黃副理事長 黃明朝黃副理事長 來請獎評 市副理事長 各位 Ventable的評審 曾經委員 各位參賽者 各位陪審的 大家好 好 我是中華民國 即將是工會的副理事長 前一位副理事長 我從事職業務的 我在國稅局 擔任到部長 擔任18年 下來擔任機場室 擔任十幾年 所以說我今天非常欽佩 各位參賽者 沒有即生食物的經驗 也沒有申報的經驗 能夠講到非常的一個徹底 這個是我們欽佩的 但是這個 我們一直在講說付稅人權 都從那個租稅的公平正義來的問題 這個是我們 這個是小市民 就像那個小蝦米對抗大經理一樣 那個某企業家 說你營手稅不給我降 我把總部搬到國外去 結果我們營利接手的稅從25%升到20% 目前是17% 他們講話比我們的這些 這個平民老百姓都有用 這個是付稅是公平 大家可以思考 再過來 這個稅戶科完了以後 是不是要繳納 再過來欠稅執行 執行這一塊 我想 付稅人權也應該要來保護這些 譬如說 我們現在 DIJ在審議 有一條優先的法案 是要把這個以前的欠稅 再延長5元的問題 不然到明年3月6號 這個一筆要勾銷了 所以這個 多值得探討 就是付稅人權都可以值得探討 今天 很幸運來參與這場PK戰 謝謝各位 謝謝 好 那我們現在要進入到重頭四了 就是我們在